苗栗县公管国中今年以国际领航跨域SDGS天下为公教学主题 拿下了有教育界奥斯卡奖号称的教育部教学卓越奖 公管厢各界予有荣烟 相当何在新借鉴公管国中教学团队特别佳面 身穿粉红色上衣的公管国中教学团队老师们 欢聚在公管厢公所乡长室 开心分享公管国中今年摘下教育部教学卓越奖的喜悦 这个奖等同是全国教育界的奥斯卡奖 管中以国际教育、双语教学和在地生耕主题 成为全县唯一获奖的国中 我们团队这几年来透过学校的各式各样的活动 尤其我们把公管厢在地的一个红枣的一个特色 融入在我们的国际教育课程里面 融入在双语教育课程里面 融入在我们跨译速读 比如说还有阅读 还有一些双语的推动 发展的淋漓尽致 管中教学主题涵盖所有领域 拿下全国评比最高分 含金量最高 其实我们公管国中除了拿到金纸奖的殊荣 其实委员还跟我们透露 我们应该是在金纸奖当中就是分数最高的 所以含金量最高的学校就是公管国中 习轩传来公管乡各界予有荣烟 乡长代表会主席与苗栗县议员张志宇在场恭贺 管中家长会更准备鞭炮欢庆 感谢公管学子获得师长用心规划教学 期待我们公管国中一直继续努力 让我们这个公管能够多提拔 多培养一些优秀的子弟 和乡长肯定管中教学热忱 也赞助校方与新加坡姐妹校交流的出国经费 期望老师们继续秉持教育爱 让公管乡被全国看到位相争光